我想臺灣跟國際社會都同聲譴責相關方面濫用惡法 打壓港人言論新聞自由及公民權利 讓原本自由開放的東方之珠 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關於壹傳媒、川方人李子英及其相關的員工 遭到港方逮捕、交訪這個事情 針對香港傳媒人士李子英等人設港版國安法 遭到拘捕事 我想臺灣跟國際社會都同聲譴責相關方面濫用惡法 打壓港人言論新聞自由及公民權利 讓原本自由開放的東方之珠 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那如此侵害香港人權的惡質行徑 只會讓港人越加更加的離心離德 讓中共及香港的國際形象更行不堪 坦持續濫權、殘害自由民主 中加遭到民心背離及惡果仿刺 我們要再次呼籲北京當局 應該要想辦法和人民溝通 而不是壓迫人民 唯有與香港人民誠懇對話才能解決爭議 讓香港社會早日回歸平靜 政府部門也會持續提供港人必要的人道協助 至於您剛剛提到 是不是有在港的台資企業受到政治的壓力 這個事情 剛剛您說中華電信在香港的分公司 據瞭解 該公司 表示目前尚無相關情勢的發生 包括您剛剛講的 這個什麼切結束拉 或是要求他們提交客戶資料 不過我們認為 如果我們在港的企業 遭到不合理的政治限制或要求 傷害的不僅是香港的自由與法治 更會對其他在港的外商 產生信心奔盤等連鎖效應 恐更加的衝擊香港賴以為生的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們希望相關方面 維持在港台商的正常友善的營商環境 以及保障他們既有的權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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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